第二个话题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 也是围绕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目前所出现的疫情呢 对于中国经济呢 是打击非常大 那么中共呢 也召开了数度的常委会议 一而再的在反复 第一次的常委会呢 是以疫情为主 而第二次2月3号的常委会呢 又以经济为前 那么之后呢 第三次呢 又是刚刚召开呢 也是对经济和这个疫情呢 都做了部署 当然这一次呢 似乎把疫情呢又放在了前面 这样的一个反复 也让很多的人都觉得呢 就像郑熙光先生前面就提到了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况 就说各地在应对这个疫情 和经济要复工方面呢 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和盘算 不管是哪个阶级 他们大家都认识到了 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一个伤害 每一个人都在关心这个事情 并不会因为中央的权威 而有所改变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这是你荣华富贵 和你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摆在一起 是两回事啊 它自然会有取舍吧 自然会有取舍 就是我就是在想 这一次这个疫情起来 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全民自救 我这是用了方斌的那个话 全民自救 全民自救 当然我是第一次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和这个小平 小平就说 你要自救 他要抓你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传播信息 不就是自救吗 嗯 啊 他就要抓你 嗯 是啊 对啊 所以那怎么办 那我那我就说 那你不想活了 那你就不要自救了 因为就是在被抓和这个活命之间 你选哪个呢 嗯 对不对 那你现在包括这些官员 在下台和活命之间 你选哪个呢 嗯 作为这个共同体 为什么是共同体 你就生活在这个区域 你的亲戚家属全部在这个区域 对吧 你大部分官不是裸官 不是说从中央派过去的 对 不是说老婆孩子都在都在美国 嗯 大部分基层的这些官员 他都是本地人呢 嗯 他跟着 跟着本地有血脉的相连呢 嗯 面对疫情的时候 那比民族矛盾还要那个什么呢 还要 还要更让这个共同体感觉到 他们是一体的 这个时候 他这个共同体行动起来 他是最有效率的 甚至超过了市场效率 甚至超过了某些地方 你认为甚至超过了市场效率 某些地方 不能说绝对的啊 某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市场效率 嗯 而这个时候呢 中央的一再的干预 嗯 会打破这种社会自救的 会打破这种社会自救基础 您觉得现在他们的各个方法 各个出台的很多政策 是否就再破坏 你比如说复工 对 强制复工 当地人能不能复工 嗯 这个风险系数怎么把控 你中央知道数据吗 那不知道 你知道真实的 到底当地的疫情到什么程度吗 不清楚 对啊 他们真的不了解 嗯 一击击瞒呀 也许夏宝龙 这个应勇去了 也许就想搞清楚 真实的数据是什么 也许他就是不放心呢 对不对 这个体系 他肯定是一击击瞒 他也不放心 嗯 但是 你搞清了真实数据以后 你要干什么 嗯 对不对 当地的人知道真实的数据 他不给你往上报 但是他的行动 第一个能看出来数据是多严重 比如说武汉突然封城了 嗯 你就知道有多严重了 你不用看数据 对啊 对 封城它是一个本能的一个措施 嗯 本能的一个措施 就觉得已经是必须要去做一件事 至于这个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 嗯 第一个来讲 就是说他这个紧急状态 你能看清楚了 严重事态也能看清楚了 第二个 你做政治决策 应对这个事情 你肯定要做政治决策 嗯 哎 做政治决策的时候 是本地人会考虑本地人吗 还是你从 从中央来的小组会考虑 那肯定是本地人 对啊 嗯 那是毫无疑问 所以就是说 这种 在关键时候 仍然在找踢罪羊 仍然在把 全抓在自己手里头 只会让事态越来越严重 嗯 啊 因为这个时候是要开放的 开放信息 信息也是一种权利啊 要开放 权利开放 把权利让本地 本地来 来自救 本地来自救 嗯 自救不是说 那个网友说的安乐死啊 打野号的安乐死 不是 不是屠杀 是自救 那自救的话 那就是说 大家当然能想到 哪有医疗资源 我就让哪有医疗资源进来啊 国际社会非常 希望得到这个 他们也希望了解这个数据 也希望能参与救援 为什么不让进 嗯 你如果是 你是湖北人 你愿意让进吗 我愿意啊 对啊 但是有的网友说 我要 他已经被隔离了 他现在担心 美国人要趁机打进来怎么办 另外一个网友就说 哪有那种好事 这个我看到了 他说哪有那种好事 最近是在这个中国的 很多人的 所以你看就是 有很多人还 还在犯迷糊 死到临头 可能最后倒是一个糊涂鬼 现在很多人对未来的经济的中国经济的展望呢 是呈非常大的一个负面 但是也有一点 您是平时研究这个经济股市啊方面你连研究的比较多 但是为什么股市在美国的股市却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 这是两个问题 这是两个这的确是 但是我们这一句话 这是中国经济嘛 对 他们中国经济 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呃 我认为今年2020 嗯 实际上习近平仍然犯了一个错误 他坚持 这个 呃 中美贸易战 他绕纽约 第一个 嗯 买买买买还是要买 只不过推迟一下 呃 第二个 他坚持2020的社会经济计划还要完成 这个真的是 这是很糟糕的 很糟糕的 您刚才说要完成什么 2020的社会经济计划嘛 啊 规划嘛 对 在2020你现在很清楚 这么一个大的瘟疫的 起来面前 嗯 首先 把这个问题 瘟疫的问题解决好 应对好 你怎么能解决得了 就解决不了 应对啊 不要那么人定胜天哈 你可能战胜不 你根本战胜不 瘟疫不是你被 你是被你战胜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 就是你要应对好 应对好 我先接一通网友电话 嗨您好 欢迎您的来电 您好 你们在谈经济是吧 是是是的是的是的 您请 我给你打过电话 所以我想跟 郑虚光先生探讨一下这个经济的问题 好啊 我给您打过 您好 马俊先生 您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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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虚光先生在我身边 您请讲他能听得到 我在听呢 好 我现在呢 想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呢 是12月8号 中国就通报了白宫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 1月6号 川普就叫中国政府过来签合同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这讲的是事实 第三个问题呢 然后15号签合同 刘鹤他们回去 大概不到20号左右就公布疫情 所以川普政府跟中国政府是有默契的 八王合同以后呢 对于川普的竞选是有好处的 他能够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对于中国的疫情呢 然后美国会尽力帮助而不追到底 这不叫阴谋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李克强作为这个 组长是管民间这一块 中南军区广州军区我不知道哈 就是现过去的广州军区 因为在春运区间的军人回家 已经大面积感染 包括东北 包括广州 所以习近平在处理军人的隔离问题 如果军人不隔离开的话 这个是不长眼睛的 所以说军队现在掌握在习近平里面 他是管军队 然后这个是管李克强是管民间 这是我要跟你分析的 你们没有谈到中国的军队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习近平的神运是什么事情 我跟马俊先生打过电话在一个现场 第三个我想评论一下民间的问题 因为你们在评论的时候往往都在炒剩饭 而不是从经济 我曾经跟陈小平打过一次电话 经济要倒退10年 你去问一下这个模式怎么来的 希望问你们的李博士 李博士是非常懂经济的 他会给你们答案 就是这种四级的方程式 为什么会倒退10年 就是你看日本整个一个经济 和08年的金融风暴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的数据可以推论的 就是说一个雷曼兄弟的怕倒闭 而不是和平先生跟人家赌博 跟人家霸争 所以你们没有了奖金 没有了打赏 甚至我们可以看很多台在美国的 这个资讯非常open 感谢您的来电 现在已经三分钟了 我们每位嘉宾有三分钟的时间 谢谢你 这位网友也是非常支持敏进的 那么基本上每天都会打来各式各样的电话 那么我们有请纪数明先生来讲一讲 您关于在看到的经济方面的中国 是否在2020年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其实现在中国面对的是两个严峻的问题 一个就是疫情 疫情到目前为止 那个从23号武汉封城到现在 那个20多天了 那个一直到现在没有控制 那个周边地区呢 基本上是那个确诊的在有下降 那么但是武汉地区这个湖北省呢 是确诊的 是只升不降到现在目前为止 那么又加上这个现在要开工 要开工以后 那个复工以后 周边地区 这个 然后我们要去用这个工资髅的 这个不时就会有这个机器 而且这个我们要去看 我们可能来去看看 他最后的这个工资 就是經濟的問題 經濟增長速度已經將近 降到近30年來墜賣 本身經濟就已經在下行線 再加上這次疫情 對經濟的影響 本來春節以後要開工的 一直在延期 我們也知道各個城市 其實是變相的封城 一些上海、北京、杭州 因為你外來人進來以後 必須隔離14天 那麼很多時候是不讓你外來人進來 這個情況是非常多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個兩大嚴峻 它現在互相之間是有矛盾的 我剛才也說了 這個結又很難打開 那麼再加上現在各地 把防疫是放在第一位的 這個不僅是因為生命 更因為是民意 其實你去看 這個各級領導 各個大城市的這個領導 現在他已經沒辦法去 違背民意做一些事情 所以就這個城市 他覺得現在外來人口大量進來 影響到這個城市的防疫的安全 老百姓就不答應 那你如果說當地這個幹部 盲目的或者說 那個為了執行中央的這個命令 就是強行復工的話 那麼會帶來很多當地的民意的反彈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看到就是 各地對復工不是像那個防疫那樣積極 所以這個復工的問題 一下子還難以全面的展開 所以現在的這個問題就等於是 防疫還是在嚴峻的這個時刻 現在又提出一個經濟發展的 一個嚴峻時刻 那個最近我看到 就今天這個原來的 重慶市市長黃岐帆寫了一篇文章 他的標題就是 就怕疫情沒有了 工廠也沒有了 這比疫情本身更可怕 因為他是講到目前控制疫情 和即時復工 是處於一種矛盾的交織的狀態 所以要做好的持久戰的準備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能熬多久 那麼國家要求企業不裁員 正常發工資 但是企業的產品生產不出來 生產出來又流通不起來 資金不能及時的收回來 怎麼來保障員工的工資 所以就怕到疫情沒有的時候 工廠也沒有了 那麼社會失去了造血的機器 這個可能比本身其實就更可怕 他講了這麼一個觀點 這是一個悖論 再加上現在從統一指揮到統一部署 現在變成了是全國指揮全國部署 但是這個指揮和部署又沒有力 又不夠力 現在是全國各地開始陸續復工 讓防禦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已經變成了全面動員全面部署 來控制疫情 但是又希望全面動員全面部署 來全面的加強復工 這個裡面就是變成一個矛盾 那麼黃岐帆在分析當中 他講了2003年的SARS非典 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兩個季度 他比前兩個季度低了1.5個百分點 然後到了7月份這個非典SARS全部結束以後 經濟就來了一個反彈 後面幾個月都以增長一個百分點 基本上就是回復到原來的這個增長的幅度 那麼再加上進入WTO的 就是人口紅利這種一個因素 非典出現後面以後的經濟回復的這個上升趨勢 就非常明顯 但是這次疫情不一樣 它波及的範圍遠超過非典 各個市場都有 後來活躍 涵蓋了中國所有經濟活躍 和發達的這個市場 因為現在這個流量很大 再加上這個春節前後 看的這五百萬的民眾 到裡面到底有多少代軍者也不知道 都在望外擴散 所以會出現一些新的 這種新的增長的情況有什麼 所以今年要把經濟穩定在6% 那是肯定不行的 因為你到現在什麼時候結束這個疫情 你還看不到 而且現在的這個疫情跟SARS比較 它已經就像原來管毅教授講的 它當初看到起碼是10倍以上的SARS的這個影響力 那麼你的這個 現在我們看到它的這個 就是那個受感染的 那個確診的人數已經是6萬多例了 超過了當時這個中國的這個SARS感染的 那已經是超過了10倍 當初這全球的SARS這個感染是8000多個 如果10倍就是8萬多 現在看來按照這個速度 很快就會到8萬多 那你就說這個 按照這個專家管理說的 起碼比SARS的時候 要這個嚴重10倍那個病情 那如果你這個按照這樣來推算 它的經濟的受審到底多少倍 是不是也是10倍起跳 或者說你起碼幾倍起跳 所以對這個中國的經濟 這個是打擊的影響 不僅是短期的 我覺得會像剛才網友講的 那是長眼的打擊 可能把這一個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 都會貼進去 這個問題接下來被疫情控制完以後 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擺在我們面前需要思考的一個經濟問題 麻絕 謝謝季順明先生剛才講了幾個 我感覺網友們都會非常關心的一個話 就是當疫情沒有的時候 工廠也就沒有 工廠沒有的時候 這個話呀 季先生還是太樂觀了 我認可那個網友的基本態度 不是說倒退10年的問題 今年的經濟不要想 想都不要想 因為2019 2019 我的看法經濟已經是負增長 不是6% 今年這個狀況 更得是負的 但是中共公布出來的數據 就估計不會是這樣 就不用管他的數據 我們在討論真實問題 是吧 討論真實問題 呃 怎麼樣去 但是呢 經濟本身是人們的一種生產活動 生產消費活動 投資活動 那這個在疫情的時候 你現在這樣不讓你出門 嗯 不讓你出門會不會還有活動呢 會不會有經濟活動 有很少很少 有 有就是 呃 你要吃吧 嗯 你要喝吧 嗯 你要求醫 求醫吧 嗯 這些 會有 嗯 而且呢 這個時候呢 就是有一個經濟部門 應該是 暴漲的 嗯 防疫 嗯 跟防疫有關的 肯定嘛 比如說口罩 對 口罩生產 對 口罩生產 你看看現在這種 消毒品 各種 因為不戴口罩 就把人抓起來 或者被揍被打 那很多了 對不對 被免值 我今天剛看到一個 新政的 好像第三醫院的副院 河南嗎 河南 因為他不戴口罩 結果 因為跟那個小區人 發生衝突 被免值 啊 被免 所以 口罩是 變成了什麼 生活必需品 嗯 不僅是 都不敢說是生活必需品了 那簡直就是命令的事的 嗯 你必須戴 那 但是你又看到口罩又不夠用 嗯 這是不是個經濟問題啊 是啊 啊 那 口罩生產線 是有些生產線開了以後又關掉 有的是不敢開 為什麼 政府在用行政手段 是不是 嗯 在用行政手段 說 你 它是這個六毛錢進的 一塊錢賣 不行 一塊錢賣不行 要罰款 非法所得 嗯 這不要命嗎 所以 這兩天 這種情況 很多 所以這種 就是 這個 這個時候 因為那麼旺盛的需求 嗯 那麼旺盛的需求 這個中國是中國 世界 口罩生產 第一大國呀 是啊 是啊 可能 你日常的需求量 都供用不上 我給你提供一個背景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生產這方面的一個 他自己有個工廠入估 嗯 他前段時間就提出了他發現的其實很多的口罩是發往北京和上海 而不是去發往他就很難過 然後這兩天的發生的最新的情況是什麼呢 他的工人的工資 嗯 政府發 嗯 靠邊站 他們就是維修機器管理工人 這兩天來管理工人都不讓他們管了 直接接管工廠 所有的物資呢 全部都是政府直接採購 直接生產 他們靠邊站 也不容許他們 就是說是慢慢的他們公司 比如說他們管理人員一共大概有二十來個 呃 大概一共只留下了三個人 其他的全部都靠邊站 這是災難 嗯 我認為這是災難 這個簡單的不是 不是簡簡單的說產權問題 嗯 不是簡簡單的 嗯 這個文明 人類文明能夠延續就是因為有私產 對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有相密切的關係 因為他會照顧好他的財產 他會利用好他的財產 你指望官員嗎 嗯 這就是破壞了這個整個的這樣 他把這個就是 嗯 兩個態度 第一個來講的話呢 我認為應該鼓勵企業發國難財 嗯 為什麼 因為你的供應太不夠了 這個時候需要大量的上生產線 啊 嗯 這個時候需要給工人發高額的工資 嗯 需要 因為他有一個勞保措施也要比平時要延的多 嗯 要標準要高的多 是吧 這是成本下 另外一個市場有那麼大的缺口 對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社會的主要的很多資源 當然已經成型的設備你沒法改了 但是很多資源 富裕的資源 儲備的資源 應該向這個方向請結 這不是應該 這是市場給了信號的 對 你的意思其實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就按照市場的需求來 你看淘寶上的口罩的價格 對 你就按照市場 按市場規律 但是有一個問題 中國絕大多數是神 可是從小受到的灌輸的教育 可是 這叫同級居其 這叫這個抬高物價 發國難財 這是無恥的 所以這個就是 很多人包括官員 這種反市場 反市場的思維 導致的是 反市場的行為 最後就是反文明的結果 嗯 就是你 為這個 每次拼到災難的時候 都需要經濟學者來給大家 去普及這個常識 去普及這個常識 嗯啊 幸虧還有人想發你這個財 嗯 要是都沒人想發 或者不敢發 也不能發 現在是 不許發 不能發 不敢發 這個財你不讓發 那供應從何而來呀 嗯 它冒著那麼大的風險 費那麼大劲 生產出來的 按你官方規定的這個價格去走 嗯 而且現在是統購統銷了已經 對啊 是啊 所以統過統銷導致的是什麼 導致的就是絕對的短缺 嗯 中國人還沒有這個教訓嗎 嗯 可能這可能新 這這個小粉紅們沒有這個教訓 很多都沒有 他們爺爺奶奶有這個教訓 但爺爺奶奶也不思考 不思考 這是大的很大的問題 胡平先生就講了那天 好日子過上了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來的 這個胡平先生那天晚上 他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在做這個經驗很震驚的時候 在最後一個話題 他講了一個就是 他說縱觀中國的歷史這幾千年來 不管是幾千年了 那麼最後他得到的一個結果 就是發現的 就是說 中國的文化不講理 不給人民民眾講理 不白理 不明理 在講理的時候總是寒動 就是寒寒呼呼的 啊 那麼不往明理說 這導致了中國的民眾呢 對 就辯不清一個是非 也也搞不明白一個對錯 那麼總是呢 被別人就牽著鼻子 就各式各樣的被利用 因為在信仰層面 他們不相信 不相信有真理 是是 不相信有這個世界的真真實存在 是是是 嗨您好 這位網友的電話您請講 嗨您好 歡迎您來來電 我聽了你們那個評論呢 我有些想法 首先就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可能這些嘉賓都沒提到 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權的問題 因為實際上咱們 你說中國的GDP如何如何 經濟怎麼怎麼好 但是你算過一筆帳沒有 中國所有的這些國營企業都是爆虧損 然後這些的私營企業 錢也都是說進了國庫了 但是銀行的那個賬上的錢和實際的錢差距有多大 另外一個外匯儲備爆的是那麼多 但是咱們也知道中國的國債有多少 這些個所有的中共的官僚把所有的錢都 只要掙到手子全都挪國外去了 所以事實上中國現在真正的財政有多大的虧風 這是一個無主動 你想所有的三公消費這些的共產黨花錢 沒有一分是掏自己交包的 全是花國家的錢 然後我們各個地上政府全是虧的 原來好像去年只有上海是 還是保持平衡 其餘全是虧錢 中央錢從哪來 中國這個錢現在除了靠印錢 他把美國又得罪了 我不知道他這個國家到底現在還有沒有錢 這能從一個側面反映 現在為什麼說中國出這麼大疫情 他還要著急復工 中國這個體制之所以到現在能苟延殘船 完全就是依靠一個錢字 他認為錢給老百姓帶來了好生活 讓經濟轉動起來了 然後才有力量去維穩 但是如果沒了錢他還玩得轉嗎 所以現在到這種關鍵的時候 大家就是中國老百姓必須得看清一個事實 中共要是把他的這個維穩力量去了 他就是一隻沒有牙子指老虎 中共這些個貪官污吏天天吃你的喝你的 所有的消費都三公消費 許個例子 武漢那麼多人放荒窗醫院裡 沒有病治就沒有救治就等死 但是他們換任何一個有級別的老幹部 哪個不是不欺一些代價呀 他們花的那些醫療資源 哪個不是你老百姓掏的錢呢 所以把這一點認清事實 就是說如果越到這種就是比較艱苦的時候 老百姓應該越第一互相自助抱團 必須得有首先得學會感恩和互助 中國人的現在形成一種心態 就是特別的自私 你可看著別人死 不願意就是自己去付出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處在那個環境下 你需要幫助的時候 人家幫了你你是一種什麼心態 只有抱團才能互救才能自救 然後那天我給那個聽了那個陳小平的評論 他說哎呀不能戒端而起啊 戒端而起你要被抓 這個觀點我是絕對不同意 任何一個歷朝歷代 所有的對這個起義者反抗著 哪個不是冒著殺掉 就是抄家殺頭的危險 沒有這些人有現在的就是說那個新時代 包括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也是 他當初沒有所謂的信念 沒有所謂的信仰 騙了那麼多人 哪會湧現的 不管是真假吧 像劉富蘭的這些人 他們是為了他們自己的信念在鬥爭 在去為他們的革命 沒有這些人跑跑路撒落去 所以說後來那個陳政才會有這麼一句話 共產黨花了幾千萬的人頭換來這個政權 你們要想取代它 你們也得就是說拿出幾千萬的人頭來換 這個是有道理的 你光想坐在家裡 等著天上掉餡點 那是不可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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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當務之急我認為有三點 第一點中國人應該首先學會自行 看看自己到底有什麼地方行為有缺失的 自己哪做的不對 第一點應該先學會反省 不過你有問題先折別人 第二點應該學會就是感恩 人家給了你滴水 你應該還人允權 這是中國人的老子的一個傳統 不要說現在數點忘足 把老子說優良傳統全忘了 第三一個就是說要敢於站出來說話 趕快為自己 為周邊那些受害者要說話 你不要認為中共有多強大 你一個人起來也給它打壓你 但是你更多人站起來 它就打壓不過來了 再有一個我說 我並不是說這個話意思 就是說老百姓去拿著槍去揭竿而起的 那因為你們現在吃一盤散沙 就是揭竿而起也沒有效果 我說中國人可以做的事其實很多 總有人說 你們在國外站著說話不要等 那我們能做什麼 我跟你說可以做的其實很多 第一件事我建議就是說 在海外建立一個像區塊鏈製的 這種永久機構 把你所知道 你收為這些的貪官孤立 所做的惡行惡事 把他們都寄上來寄上債 現在中國已經被國際孤立了 總有一天它倒台的是 這些人的子子孫孫受益者 都要經常讓他們感到害怕 讓他們變成關門打狗 不能讓他們有地方可去 這是第一 讓他們從心裡上害怕 第二團結你周圍可以團結的人 孤立那些要跟中共簽訂的人 然後第三互助 中國現在能做了很多這些事 你比如說你周圍的親戚朋友 有軍隊的人你可以說服他們 因為他們也是你的朋友 也知道中國的現狀 他們同情你在觀點時刻 他們會偏向你 當然那些個就是死有分子 就把他孤立 因為中國老百姓能做的事很多 為什麼現在要去 要去互相那麽 互相去埋怨 然後我要去見死路 這樣只能走向死路 我就對這個觀點 謝謝您的觀點發表之後 很多網友留言在評論區 都非常支持您的觀點 那麽非常感謝您 也希望您經常與我們聯繫 謝謝謝謝 如何看待這位網友的觀點 他說的話 我八九成是認可的 發他們什麽樣的地方 您不認可 我們重要的是不認可 共產黨炮頭爐灑射去 打下天下 這不是這麽回事 這個話由來已久 最初是李瑞環和天津學生 對話的時候說了個大白話 這位人士好像是天津口語 他就說這個 學生太幼稚 我給你炒明了說 這個是幾千萬人都換來的 那學生沒想要爭權 但是你學生 你這樣做下去 只要民主革命 就是要共產黨下臺 不說民主革命 民主改革也一行 就是要共產黨下臺 共產黨不幹啊 是吧 他說的這個 但是你看近代的這個 我說近代就是這幾十年 他都是這種和平演變為主體的 是 和平演變為主體 這種戰爭的形式 或者類似相比比較少 就是顏色革命啊 這個玫瑰花啊 各種茉莉花啊 而且現代的這個時代 還發生了一個新的一個變化 我們的很多網友呢 總是覺得呢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推翻 包括他們剛才批評 陳小平先生 其實大家仔細去看 仔細去看一下 在近幾十年裡 用抗爭或者街頭 類似這樣真正推翻的政權呢 是寥寥無幾的 那麼目前來講的話 唯一成功的是 通尼斯啊 那麼在近幾十年裡 而像像類似敘利亞 像類似等等 因為今天的政權呢 掌握的這種武器的級別 和消滅你的能力 包括他對信息的控制和能力 是超越以往和過去的 雖然過去呢 他的力量也有限 你的力量傳播也有限 但是呢 今天你們似乎都有限 但是他的控制甚至超越了 你溝通啊 包括其他物資的轉換的能力 因此呢 陳小平博士我覺得是應該是 就覺得 這是絕大多數的沒有覺醒 所謂的這種反抗 他是 他是分很多層級的 最基本的叫不配合嘛 對 不合作 最基本的不合作 最基本的不合作 如果說人民中間這種意識占主體 任何政權都運行不下去 那就把它 就是剛才這位先生說的這個 就是你家裡有部隊吧 有有軍人吧 你家裡都有當官了吧 對不對 但是問題就是說 當人民這種主體的意識形態 還覺得 黨好習大大英明的時候 別話別說 對對對 這個主體意識的這種變化 沒有轉變的話 是沒有 那你真的是 其他人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所謂的和平是什麼 和平就是靠的多數 是是是 暴力可能是少數人的事情 是 哎 用少數暴 少數人的暴力 壓服了大多數人 但是 你和平 就是大多數人的和平 自然制止了少數人的暴力 是 但是問題是 你當作那個和平的 你的那個想法是什麼 你覺得那少數人是對的呢 還是我們要配合呢 還是不配合呢 是是 配合也是 就不配合也是有限度的 是 也是有層級的 對不對 當然具體怎麼樣 這是 在身在當地 當時的人 他會有他的意識和決定 是吧 我們就沒法做建議 但是我是認為就是 首先面對著瘟疫 嗯 你要自救 你的共同體要自救 這個時候 你可以說 原地立正 你們這是一個共同體 嗯 你現在就是你 外面人進不來 裡面人出不去 這不現成了一個個共同體嗎 嗯 那一個共同體應該怎麼安排 這是 這是一個非常時期 嗯 嗯 應該怎麼度過 不要講經濟 2020不要講經濟 不能講經濟 我說不要講經濟 就是說 不是說沒有經濟了 不要講那個 嗯 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 那個經濟 不要講那個 沒有了 嗯 那個是沒有了 但是呢 生活還要繼續 是 那就說你的資源 呃 剛才那網友說是 還有沒有錢 我認為 就是財富是有的 穷妙富和尚 是吧 對 穷妙富和尚 穷妙富和尚 老 這個發達地區 老百姓家裡頭 多多少少有點家底 嗯 哎 就這個 那麼這些資源 那些資本 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現在防疫是第一位 那就往防疫上走 嗯 這個時候 你要鼓勵大家 發國難猜 嗯 就是你前面說 這樣你鼓勵的結果 就是說 你前半人掙到錢了 暴利吧 很快的這個 錢都進了 其他的 這個 資源就進到這個行業了 很快的你口罩就不缺了嘛 你的口罩不缺 而且可以帶動 很多其他方面 有些官員還在胡作非為 嗯 他們給出口那個防護服 哎 國內不能用 嗯 不容許 嗯 所以你這個 因為標準不一樣 嗯 這個時候你就要豁免嘛 嗯 這個死腦筋怎麼 是真的是死腦筋 還是尋租 這叫發 這是真正的 不用打引號的發國難財 這是害人嘛 啊 啊 我在這裡也提供一個最新的一個信息 那麼這個信息呢 也是由美國的權威的CDC的主任所講 那麼我們看到CDC的主任就想呢 說新型的冠狀病毒呢 可能在這個季節之後 也就是我們大家所認為的過去 所講的天氣暖了就好了 包括川普總統所發的推 也是天氣暖了就好 他轉習近平的一個話 他說呢 而且CDC的這位主任講呢 甚至今年之後 還會繼續的傳播 他最終會變成一個社區中 傳播的一個病毒 現在的措施呢 只是在為疫苗的研發呢 爭取時間 美國呢 依然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呢 一直在想盡一些辦法 到前線去 然後獲取更多的一些 第一手的資料 以及病毒的樣本等等 但是到目前為止呢 中國依舊是拒絕的 並沒有給予他 給予美國CDC的專家呢 給予任何的 所以說到經濟呢 就是說要做最壞準備 要做最壞準備 做最壞準備是原因什麼 原因因疫情 疫情只要你拐點 沒有真正出現 不是那個假拐點 騙人的 沒有真正出現拐點 你的所謂的常規的 想的經濟增長啊 經濟穩健 這些不要溜穩 不要去想它 再不做過這事 所以黃岐帆講的一個 就是兩頭堵的一個事 復工可能會讓疫情更嚴重 不復工 那廠子沒了 這個你想多了 現在是首先是保命 不是說廠子有還是沒有 首先是保命 其次才有所謂你 這些黃岐帆們所說的經濟 對不對 2019 所有的省份 財政都是付的 你現在再加上疫情 加上全世界的這種 這種往來的這種 隔絕 隔絕 你還能好過2019嗎 那我再問你一個更 觀眾朋友更關心的一個問題 也是在境外的很多觀眾 中國經濟2020 不響了也不看了 那麼世界經濟的連鎖反應 會是什麼樣子的 世界經濟那你就是首先要 你要把中國經濟的這一個 帶來的這種負增長 要把它考慮進來 那肯定是要考慮 如果說把這一塊 考慮進來 那整個世界經濟不會好 但是你要把中國這一塊 所謂負增長拿掉 那影響不是太大 但是它的這個 因為現在是全球化的 工廠與工廠之間 都是有一個全球化的經濟合體 和經濟的也是密不可分的 它是經濟效率嘛 就是你中國能夠提供 這個非常低成本的 這種高效率的生產的物品 你像美國的這種 很多原料藥 應該是八九成來源於中國 是 現在最近 中國世界的藥品 都是這樣的問題 我們說經濟的時候 有時候會說亂 就是經濟是什麼 投資生產消費 這些東西不能夠 蘿蔔白菜加一塊 一個框子 這是宏觀經濟學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在微觀經濟學 還是還是不錯的 還是不錯的 它各自一各自分的很戲劇 就是你 如果說不是從這個角度看 而是說 我們研究經濟是為了 研究怎麼樣 讓人民有更好的生活 是吧 或者說讓這個國家更加富裕 從這個角度入手的時候 那數字就不是重要的 是 數字的加加減減不是重要的 那能夠看到的什麼 就是說你剛才講這個 就是說有這麼大一塊地區 就是中國十幾億人口 進入全球經濟狀態 進入全球市場 當然帶來了持續的動力 那他的他的因為這種疫情 因為貿易戰 他帶來一種退出的一種 嗯 情況 會 會不會帶來相反的因素 當然會帶來 但是有沒有那麼嚴重 那是另外 沒有 為什麼 不是想像的 因為 這個 呃 全球製造業的這個中心 它是一直在變化的 嗯 全球製造業基地一直在變化 對 它 總體來講 中國是個製造業基地 嗯 它不是品牌中心 對 不是金融中心 是啊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你這個區域廢了 它就往 往印度轉了 往越南轉了 墨西哥都起來了 你看過去中國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 現在第三大 2019是第三大 嗯 那 2020會不會變成第四大或者第五大的 我覺得完全有可能 對 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這種 這個中間呢 就是說 以你的一個競爭這麼龐大的一個供應者 退出市場 會帶來影響 嗯 如果說沒有替補的話 那是致命的 嗯 但是有後補上場了 那就不擔心了 它的衝擊 所以你剛才第一個問呢 就說 為什麼美國的股市表現良好 對 那股市又不一樣 股市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不光 就像你看經濟數據一樣 經濟數據它反映的 不光是 經濟成長 它還有一個投資活動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通貨膨脹 嗯 是吧 美國實際上有幾個因素都在起作用 嗯 第一個資本的回流 這個世界不安定 資本在長安全的地方 那它可能要求的並不高 就是它不屬於那個 完全的就是說這種冒險的投機資本 它是要 有很多資本它是要那什麼呢 要保安全的 嗯 你比如說中國的很多貪官 嗯 他們在國內那叫高 高暴力的這種 按他們那個把把政權當作做生意看嘛 嗯 這是中國傳統啊 呂布韋他們那些 哈哈哈 對不對 把政權當作 對 當作生意 生意來做 那是 那是 那是高增長暴力啊 就包括你說的你那個朋友 他的口罩呢被沒收了 嗯 生產出來的東西有多少會流到黑市場去 嗯 幾個官員團體 嗯 他們控制這個東西 哎 是 馬寅初的那個 呃 新人口論理講 當時的那個麻房廠 被共產之後 被國有化之後 哦 他的回投資回报率率是百分之百 一年回收成本 那會得嚇死 一下變成了獨家供應了嘛 過去都是無數個資本家 啊而且隨時可以增加 現在 增加不增加由我說了算 嗯 那賣多少高價呢 你看 民族就沒有穿的衣服什麼都沒有 你要活命嘛 口罩你要活命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 他們把這個政權當生意做 嗯 這事就 哎 那那是暴力 他的錢轉到美國來 他就不指望 嗯 不指望你在美國還掙多少錢 哈哈 美國的資本是 高 高度富裕的 所以他往全世界流嘛 但是還有一些資本會流進美國是吧 嗯 避險資本 避險的 避險的他進來 對啊 他可以買國債 他也可以買美國的GU股 嗯 就是我說的白馬股 對啊 就是那個那個 呃 這個 加州 嗯 龜谷的那些 嗯 對對 那都是非常有那個 財務數據非常好 但我覺得他還是會對美國的經濟和世界經濟 某種意義上 經濟會有影響 嗯 但是這個川普對股市比較逗你知道吧 他把經濟和股市他給 周一塊兒 哎說成一回事實際上是 兩回事啊 嗯 就是經濟情況好未見的股市就一定漲 嗯 他就是有一個比喻就是說這個 股市 股票的表現和 公司的表現就像一個狗和主人的表現 你逛街的時候那狗有時候跑得很遠 嗯 有時候在你前面有時候在你後面 嗯 那個甚至不是一年兩年 能夠能夠反映出來的 嗯 但是呢 總不會太遠 而且遲早是就在你附近 他就在你附近 哎 這個是 你要做投機 股和主人 對 你要做股市投機 可能就是風險非常大 嗯 但是你要考慮基本面 那那你幾個要素你應該很清晰的 就是說因為中美貿易戰 還是有一些資本是回流到中國來 回流到這個美國來 嗯 你包括曹德旺 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福耀玻璃那個 對 他不是也在投資美國嗎 他就是地價便宜 電價便宜 嗯 就是人工貴是吧 對 他也進行一些佈局 嗯 這個就說明什麼 美國也在到一個拐點 他的製造業現在上就 就有可能上一些製造業是吧 嗯 那 還有很多避險資本 嗯 中國的很多避險資本 不光是中國的全世界的 對啊 避險資本他過來 避險資本過來以後 無外乎就兩個 一個是美國國債 一個是美國的股票 不是 嗯 所以 即使他美國的這個股 這個經濟面 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的這個股市可以那麼好 嗯 這個跟資本流動還有關係 尤其是美聯儲如果說還有這個進一步的貨幣寬鬆 那就更是如此了 謝謝鄭旭光先生 謝謝基碩明 基碩明先生您有補充的嗎 關於中國經濟方面的一個未來展望 那個就剛才講到那個口罩的價格問題啊 恰恰在香港 就是這個口罩啊非常緊張 政府連政府這個官方需要的口罩量都不夠 那麼但是政府就是堅決不限價 就是讓他那個市場流動 因為為什麼呢 香港是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的一個社會 那麼剛才我們講到這個內地啊 中國大陸那邊那個他的這個抓的那限制的那個口罩價格呢 他主要是在流通領域的這個口罩價格 就你的批發價和你的零售價那個相差很大 那占取那個暴利 那我們也知道中國是內地是不完全的市場經濟 所以他這個權力的這個控制的還是比較大 那麼這個當中其實可以應該分開來 就是現在的這個市場上是口罩的量不夠 口罩的量不夠呢 其實是要鼓勵生產 你政府完全可以用補貼的方式 因為其實中國政府一直在補貼 補貼的都是出口 從來沒有補貼民營企業或者說國內市場進行補貼 你這一次就可以贏 應該只要你口罩生產商 你生產口罩 我國家來補貼你 但是市場價格我控制 完全可以這麼做 他現在就是沒有一個有效的方式 就是鼓勵生產廠家去生產口罩 現在實際上就是因為這個春節的這個假期 口罩的生產量 大概我看那個三五天前這個發改委那邊的這個消息 他生產量也只有到40% 香港現在是鼓勵這個廠家 你自己去買設備 就那些商人也不是廠家 現在商家本身就沒什麼廠家 有些商人就是20多萬去買一套設備 自己做一個月或者說做100萬口罩 他也可以做 因為他價格不放開嘛 就變成就是他願意去投資做 做了以後供應市場 這個就是一個機制 首先是一個機制的問題 其次是你政府行為到底去怎麼控制 怎麼鼓勵的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我要表達一些觀點 那麼第二個就剛才那個網友講的那幾點非常好 我是覺得就是其實大家都在講 但是這個推動這個動力是不夠的 那麼其實我是我也理解他 並不是說我們要去推翻一個政府 我們是希望推動政府去反省 那麼剛才講到這個政權是共產黨通過多少年 幾千萬人的拋頭顱撒熱血取得的 當然他不願意輕易失去這個政權 其實我們看文革 文革為什麼到後來有一個大的轉變 那鄧小平也算是共產黨體制內的 那他這個執政體執政者沒變化 但是他可以做體制內的改革 那麼這個改革其實也是多少條人命 多少人吃苦換來的 那麼今天如果說武漢這個疫情 像這麼的發展 我相信就是現在雖然我們統計的 就一千多人的這個死亡 但是他對整體來說 可能很多人並沒有確診 已經這個失去了生命 像如果說這麼幾千上萬條生命 還推動不了這個體制的反省和改革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情況如果說它是按照真實科學的方式 那個完全是可以防控的 它只不過是一個比那個感冒更嚴厲一些的 一個病菌 一個感冒病菌 那麼找預防應該是可以完全是 有人味的輸貨和人禍造成的 那麼這麼多的人命 這麼多的損失 還不能讓這個制度和體制反省 那真的是中國老百姓要失望 那麼我想大多數人是希望這個政府有更多的反省 還不是老百姓更多的反省 那麼這個對中國的這個發展才是有益的 就我想表達的是這兩個觀點 謝謝紀說明先生的最後的精彩點評 以及對於民眾這一場災難當中的一個理解 包括很多其實網友都不管是它是什麼樣的觀點 包括一些激進的方式態度也好 或者是一些和平的方式 大家都好像對於對於國民的這種沉睡性 就是叫不醒的這種無奈 首先都是擺在最前列的 您也有同感嗎 如果經濟在繼續影響到更多的民視 比如說剛才我看到有一位網友就留了個言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是如果我們不復工我們吃什麼 但是他在之前呢又留了一個言 我也看到他留了這樣一個言 他說是什麼呢 他說是我們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不保護自己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吧 但是他的前後呢就是大概間隔了一個幾分鐘 他發表了兩個不同的觀點 因為這個事情呢是我剛才講的 是需要當地人這個因地質疑考慮這個問題的 就是說你的疫情不嚴重 那麼有一些措施 你是在一定的防護措施下復工是沒問題的 這個是最記憶刀切啊 對 最記憶刀切的啊 所以你說吃什麼 那也許你覺得就是說我如果說不復工 我下個月就沒得吃我要餓死了 那你要中了招之後 可能就是23%的死亡率 想一想 那與其餓死不如復工 而且一旦我中招之後 我的全家人可能都會中招 所以這個總體來講 那是個個人的事情 這個不是說去找政府去 你越找政府你越被政府奴役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很清楚 就是說 季先生說讓中國政府反省 我覺得這太善良了 他怎麼反省啊 你看得很清楚 只有利益關頭 性命關頭的時候 他才會做出來與人民有意義的事情 對 譬如說這個疫情嚴重了 他怎麼做 你讓我復工 我就想盡辦法不復工 這個時候不光是關帽子的問題了 因為對不對 因為復工是你的要求吧 還有打開這些交通壁壤 讓你打通 是吧 那他覺得不行啊 我身家老小全在這了 這個時候他會考慮到本地人民的利益 就像很多的 所以是不是他的思想升華了呢 我覺得這些官員 真的不用再去給他啟蒙了 也不用指望他自省 哈哈哈哈 都夠聰明 都是人驚 嗯 確確實實需要啟蒙 需要自省的是人民本身 嗯 是民眾本身 啊 因為你們的利益 你不去考慮 你還指望著官員去考慮 像 季說明先生說 香港沒有補貼吧 沒有 我覺得中國也不要指望中國補貼 一中國政府一說補貼 馬上又變成尋租機制 那完蛋 你只要不干預企業 掙這個錢就行 人家冒著生命危險 市場正常的會去做 復工生產 為啥不能多得點錢 為什麼不能多得點呢 另外一個 市場上那麼人需要 為什麼不讓他去掙這個錢呢 你掙了錢 你得到了示範 是不是更多的人就來生產這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最簡單的道理 我覺得人民要覺醒 輿論就會變 嗯 就是讓政府把你的手伸回去 嗯 一邊呆著去 你惹了這麼大的貨 還想繼續惹貨嗎 嗯 還要從你的這個 人禍裡頭繼續在牟利嗎 嗯 的確 的確 嗯 謝謝二位專家的點評 那麼我們這一節呢 就先說到這裡 我們進入下一節 我們今天的下一節